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豪 教员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 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对角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 餐点分贝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 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关心 台东凤梨世家盛产季节 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外销通路 为了不影响农民辛苦白费 台东县长柔庆林 北上推销凤梨世家 新闻市长侯友宜说 好吃一定要推荐 凤梨世家盛产期在每年的12月到3月 颗颗塑大饱满 甜度破表 并且含甲离子及美 维生素B和维生素C 好吃的台东凤梨世家 9成9都是外销 但今年受到全球疫情影响 外销通路全封闭 台东县长柔庆林 要帮世家农找出路 专程北上 联手市长侯友宜告诉大家 现在吃上就是 不迟辛苦从台东到新北到各地 去卖宿佳的现场找不到 所以要叫他一名 翁来色翘女王 翁来色翘女王 这真的不感动 那多一味你怎么知道 不是你刚才说的 穿地好吃 哎呀 人情味啊 那个人情的 浓浓的台东人情 会在这里的 侯友宜称赞 饶庆林用心 特别给了一个称号 凤梨世家女王 因着饶庆林 带着农民朋友 全台跑透透 推销凤梨世家 这来自台东的好味道 真的是用心 而她要当团购王 市民朋友 透过电商购买 嘉义员多一箱 或是到新北农会 直接采卖 我们已经五千斤了 那我们再加码 让市长加码 加什么码 加码 让市长加码 叫我加码 市长收到 我做到 你们家才算多少 都挟这里 好吗 一次把人家吓跑了 而且一下买太多 你也没那么多货 我看只有百分之五 要卖出来 我会赢 这个 豆浪兄 你们 果菜公司比较内行 不要给他太痛苦的回家 还可以新开心的回家 你们觉得加多少 比较适当一点 加一倍 加一倍没问题 加一倍没问题 我们加五千斤可以吗 没问题 要倒一万 千斤万斤不如 带来好好吃一万斤 没问题 凤梨世家 今晚这 金丢席 侯友宜当起 团购王 带领新北市民朋友 用行动支持 台湾最好吃的水果 记者林立如 赵世元 新北报道 第四届 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 投资亚洲 创造永续任性新纪元 预计在今年四月十后十一后 在新北市政府举办 以投资亚洲为主题 搭建投资对话平台 又让台湾社会创新经验 输出海外 全台湾超过四百万人口的 唯一大城市新北市 今年升格满十年 同时也宣布 接手办理第四届 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 行政院政务委员 唐凤等人宣布 四月十号到十一号 在新北市盛大举办 侯友宜市长表示 新北将以大城市 做大事的格局 辟化2030年 新住民 新领导 新区市 新美学 新创生 新连结 六大城市愿景 和妇女权益促进 发展基金会合作 让亚太地区最大的 社会创新盛会 让新北市推动 永续的努力被看见 我们今年会以四级 在地小旅行 亮点投资 来拨落如何尽到 社会企业的责任 让我们国家 能够永续的发展 那新北市 一定会带头 响应 因为这两年 我们以永续发展城市 SDGs跟国际来接轨 我们希望借着社会企业的 责任的力量 来帮助新北市 来创造我们国家 最大的永续环境 第四届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 以投资亚洲为主题 预计以实体搭配 线上方式办理 除了论坛之外 并首次规划 亮点投资平台 结合新女力创业发表 和青年社创提案竞赛 欢迎各地 对于发展永续议题 有兴趣的组织或是个人踊跃参与 记者林立如赵世渊 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新北市永和区有12岁的男童 受到市政府紧急保护安置 市府市临时召开记者会指出 这男童在三岁之后 就没有健保或者是就医记录 而且也没有入学 为了男童身心发展及受教权益 透过高风险整合型安全网 寻找男童的下落 而检警得知男童的下落 强制破门而入 新北检警找寻永和12岁男童 破门而入 还要先穿过张乱被杂物堆满的家 新北市社会局及教育局 拿出当天破门找男童的照片 召开记者会 说明紧急安置 这名男童有其必要性 并不是他的父亲自以为对他好 而形同拘禁在家 那他这个孩子呢 其实现在已经将近11岁半 将近12岁了 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从来没有上小学过一天都没有 那么强制的跟这个社会呢 做了很大的隔离 那不仅是这样呢 那我们破门而入呢 整体的这个居家环境 不论是在通道口 或者是房间里面 或者是这个楼梯间 都堆满了杂物跟垃圾 齐北施强调小孩士林 因入学时已经开始追踪个案 但他的父亲离婚后 独自照顾他 认为罹患轻微脑性麻痹的毒子 上学会遭到霸凌 教育局多次联系 全遭到拒绝 属于高风险家庭 12岁男童个案 体重仅有20多公斤 营养不良 瘦弱如小一 已由社会局关怀小组紧急安置 市府强调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 为保障身心发展 以及受教权益 记者林立如赵世元 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新北市新庄区的新泰国小 举办爱无限的可能会画展 作品都是由罹患重症的儿童所创作的 学校希望借此启发孩子的生命教育 让他们更珍惜目前所有 揭开画作作为开展仪式 这是由一位罹患随母细胞流的儿童所画的 他画的是医院窗外 月亮在繁星陪伴下的美丽星空 可惜的是画作展出时 小组人已经过世 黄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 带着24幅重症儿童的创作 前往新北市新庄区的新泰国小展出 这些创作者都是因为生病 无法前往学校就读 协会提供艺术陪伴服务 请老师前往家中或是医院 教导他们画画 让他们感受学习的美好 也在创作过程中肯定自己 我们到各个小学 我们透过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个意义 然后把孩子生命斗士的故事 传达给我们在国小的学龄孩子 不管他几岁 其实我们想种的就是一个爱的种子 或许这个艾苗现在他还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 但是透过我们画展 我们动态导览的概念 让他们知道有一群孩子 即便身体不舒服 他们还在为了他们的生命 在做打拼 创作中有画出生命术 展现生命的能量 以及爱无限延伸的期待 还有人画了一只花爆 希望自己能够健康 像花爆一样的敏捷 另外有小画家画出了 对学校生活的盼望 协会邀请小朋友和这些创作者做朋友 在小卡片写下想对他们说的话 再放进给小画家们的资料夹 我写 希望你们的病会好一点 然后希望他身体会再恢复原状 希望你能跟我们做朋友 希望他的病可以好起来 他就可以参加万圣节了 这些重症儿的创作在学校展出 学校师长以及家长就认为 能够带来生命教育的启发 让他们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希望我们的孩子从那里面可以看到 并且试着去 在关爱别人 去关心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思考 自己在这样四肢健全 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更加努力的去面对人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 我有机会我可以带他去多看看 然后让他知道说 其实妈妈生给你这么好的身体 那你自己其实要用心 就是自己要好好的爱惜自己 那不要让妈妈生气 重症儿因为生病在艺术陪伴下 培养兴趣丰富生命 也透过画作将这一份生命力 带到学校分享 将爱无限延伸 传递到各角落 展现正面能量 记者赵世渊新庄采访报导 土城重化区的房价可能在涨 除了势力土城医院落成 捕捉土树三英一带的医疗资源外 明德里争取多年的活动中心 也落成启用了 房仲业者指出 重化区搭配周边的机能 对房价起涨是一大助攻 武师庆克土城明德市民活动中心 和银法俱乐部落成 新北市长侯友宜地上红包奖励师队 同时带领里长居民和地方明代等人 接牌启用 这几年土城重化区发展快速 继新北市立土城医院 今年7月份营运后 重化区内首座市民活动中心启用 预计可加汇周边7个里 3万多的市民朋友提供多元活动空间 而这也可能是进阶带动重化区一带的房价奇障 因为这么长久以来都没有去开发的动作 那当然以近期来看 以整个土城重化区的一些所谓的交通的利多 还有我们所谓的医院 商场 电影院 一些的生活上的便利性 都会对未来土城的方向都有加分 明德市民活动中心位于公儿18公园内 也在捷运海山站和土城站之间步行大约10分钟左右 内部的空间是60平的挑高大礼堂 明德里的里长吕李明说 长期以来因为土地关系 无法争取活动中心 趁着土地重化 终于能够争取到市民朋友的活动空间 担任了五届的里长 我第一任的时候就在争取能够有一个活动中心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土地 所以在这个升格以后 我们在大概六七年前 我们因为这边重化 明德这边有重化区 重化区有盖了一个公儿18公园 那公儿18公园 有一个公园以后 土地就没有问题 土城重化区一带 生活机能逐步完善 包括大众捷运系统规划三英县 和万大树林县都在进行当中 还有大型连锁店进驻住宫 房仲资料显示 近三年的住宅均价涨幅将近一成 和同样位于捷运板南县的板桥房价 相比较 仍是具有吸引力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鸡岁国中管乐团 音乐总监魏德妍 在教学中最强调学生的品德与纪律 这次学校50周年校庆活动 就号召校友组成校友团 超过百人来报名参加 你快来看看 新北市鸡岁国中管乐团 号召校友演出 人数超过预期 组成校友一二团 为的是回忆那一段国中年少 更是为了乐团总监魏德妍 团员们习惯称呼他为魏老大 国中三年时间 有魏老师和团员的陪伴玩音乐 让这段日子难以忘怀 尤其魏老师带领 强调学生纪律和品德的养成 让课业繁重的国中生 在音乐的陪伴下 更能够开心学习 其中已经有毕业校友 重返学校担任英文老师 以老师的身份 以学业的身份 对 然后管乐团带给我的东西呢 我其实一直都是 我觉得是一辈子带的种的软实力 就是怎么与人沟通 然后以及怎么去学会负责 那更重要的是 管乐团的英文人物魏老师 那从魏老师的身上 我看到有一个稍微 教育工作者的研发 他静静夜夜地面对自己的教学 这重心在台上的每一分每一样 同时他也无条件地 为学生承开他的手手 魏德燕老师94年 接下乐团总监职务 因集中附近学校没有管乐团 国中阶段入团的学生 几乎没有音乐基础 因着魏老师的陪伴和教导 以一个乐团 一个声音的精神口号带领 让乐团拿下无数次的试赛 和全国赛的特优精彩表现 而魏老在带团15年后 也将计划退休 音乐会上带领校友团演出 有无尽的感谢和不舍 另外校长张国震及夫人还有家长和团员们组成合唱团 为老师指挥管乐校友团演出 师母李琴花指挥合唱团 亲子同唱《泪光闪闪》和《花心》 百人的大合唱更让音乐会充满了不舍的离情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不想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而依据乐团传统针对九年级学生 安排特别的风管仪式 感谢在团三年学长姐的精彩表现 但今年更像是乐团总监魏德妍的风管仪式 不管是团员还是校友们都有着满满的不舍 音乐会后团员们最熟悉的五楼恋团教室 极满历届团员捍卫老师拍照留念 除了舍不得更要谢谢他 让国中阶段如此的精彩难忘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